木叶村组程区有多大 去年我在卡卡西楼脸这集的木叶程区腐蚀图 利用红颜头像算出了一个结果 不过那次的计算有两个问题 木叶村程区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正元 当成椭圆会造成结果偏小 利用红颜头像直接算直径会有近大元小的误差 那么怎么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数值呢 首先就是要解决透视的问题 这次我将用超神罗天真后的大坑重新超算一次 计算的思路是利用3D模型 将斜腐蚀视角转成正腐蚀进行计算 首先还是得要找个参考系 这张图最明显的是这5个火影岩头像 利用露台身高可算出霉太尔身高168.4厘米 巧乱耶 有比例算出自来岩头像眼睛高度为2.96米 来到火影岩完整视角 这张图可算出初代到5代横向宽度为47.88米 这是一个正面腐蚀视角 正面系列只会压缩纵向的距离 因此看起来像是一个椭圆 只要我们算出横向自己 利用面积公司可以算出最终面积 标出5位火影岩的左右宽度 在此图中和圆形的夹角为23.7度 但这是斜腐式的结果 什么才能知道实际有多少度呢 就需要想个法治模底视角的旋转 此时横向和纵向直径比例为4.53比1 我们在3D Max中画一个圆环 沿这一轴旋转模底视角的变化 当转到横向直径像同的比例时 此时就是和图中一样的视角 我们按照23.7度标记一个点 再转回到正面视图 再测一遍实际夹角只有9度 这就是视角不一样带来的差距 按本画的图夹角23.7度 我们转来转去摆正以后发现实际只有9度 这个变化也符合生活经验 按本老师太细了 不愧是你 难道你早就遇见到有人会将这个圈转起来算面积 所以你才画这么清晰的沿头像吗 我惊了 还记得刚才算的宽度吗 旋转之后就是对应这段距离 它是9度的对边 原半径是9度的斜边 用47.88米除以适应9度 算出来半径就是306.07米直径为612.14米 注意这只是坑的直径 外面还有一圈废墟 由这张图可以算出围墙的直径为709.73米 最后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为39.56万平方米 这就是本次修正后的结论 将近4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 其实也就55个足球场而已 上次粗略计算的结果是32.74万平方米 这次解决了透视居然也只增加了8万左右 看来这条围墙还是有点小 注意这仅仅只是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 也就是这个圈而已 可以理解为人口主要聚集地 并不是木叶村的全貌 都人考试死亡设定半径就有10千米 那应该没有在这个圈内 今天我们用全新的算法 更新的木叶村组成区头面积数据 最后的结论是39.56万平方米 不知道这个结果案本还满硬吗 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有点意思 那么就三连支持一下这个头图up主吧 我是追上山 我是追上山 我是追 追上山下山 我们下期再见